乌克兰为何被誉为欧洲粮仓呢? 乌克兰位于黑海北岸,被誉为欧洲粮仓 它所在的乌克兰大平原被誉为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 粮食产区主要分布在地涅薄荷沿岸 耕地面积约4256万公顷 2021年总产量为6000万吨 以小麦为例,2021年乌克兰小麦产量约3300万吨 占全球比重的4.2% 小麦出口量约2000万吨,占全球的9.8% 是第五大小麦出口国 因为曾经乌克兰的农业基础非常好 乌克兰的土地非常肥沃 而且有着充足的水资源 即使在不是风调雨顺的年节 可以通过人工灌溉 来满足农作物对水的需要 地涅薄荷是乌克兰的母亲河 乌克兰有着欧洲粮藏之称 也是因为这条河的滋养 地涅薄荷正好穿过乌克兰中部 在河的两岸有着大量的可以耕种的土地 这样的地理条件 为乌克兰的农业发展提供了天然的优势 没有地涅薄荷 乌克兰也不是乌克兰 地涅薄荷对乌克兰的意义极为重大 就相当于古代中国的黄河 在古代 没有良好的水资源条件 很难发展农业 很多国家也注意到地涅薄荷和周围土地的重要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 苏德战争爆发后 地涅薄荷成了众多国家争夺的焦点 谁拥有了地涅薄荷 谁就有了一座天然的粮仓 德国为了保住地涅薄荷 在这里布下了重兵把守 地涅薄荷也为德国在战争中提供了重要的后勤保障 而且地涅薄荷还有很重要的军事意义 地涅薄荷是德军在东线的最后一道平仗 不突破德军的地涅薄荷防线 德国近可以攻退可以守 几乎就是立于不败之地 地涅薄荷几乎穿过了乌克兰整个国家 在乌克兰境内约有一千多公里 二战中苏联为了和德国争夺这条河流 两个国家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最激烈的时候 双方投入了大概四百万的兵力 最后苏联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德国因为地涅薄荷防线被攻破 处于被动的位置 苏联最后攻克薄荷 目前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 俄乌冲突不仅导致乌克兰的粮食出口受阻 运不出去 乌克兰2500万吨粮食积压 还导致播种中断 农业设施和基础设施被摧毁 乌克兰粮食生产出口受阻 全球粮食危机将会愈演愈烈 诺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